就是拉一條線到海邊 這個就是代表村落裡面 一張張記錄藍與亞美族生活 以及新船下水典禮的照片 呈現給觀眾 這是由交通大學和民間出版社 共同舉辦的一場演講 主題為藍與亞美族人 對於信仰以及鬼神的觀念 教大教授郭良文表示 亞美族人對於神能夠降福於人 保佑平安和豐收 而鬼則是所有不幸的根源 包括疾病、意外、災難 皆是鬼的作祟 尤其懼怕死去的惡靈阿尼杜 即使是死後至親的家人 由於交通大學 從民國九十六年 就與淡江大學徒資系的教授 林素甘帶領研究團隊前往藍與 在每次的田野調查都留下寶貴的記錄 也將這些記錄製作成數位典藏 甚至還與當地的亞美族作家 合出了一系列介紹藍與的書籍 而亞美族的文史工作者王貴欽 也特別出席和民眾對話 他表示亞美族人現在大部分的信仰 是信基督教或天主教 但仍然接受並遵循傳統的信仰和經濟 而且深信不疑 也成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也因為基督宗教的傳入 讓這些傳統對於鬼神信仰的觀念 有了不一樣的轉變 過去的一些傳統思維裡面 有很多是不可以做 不可以不可以太多的阻礙了族人的一些進步 甚至阻礙了族人的思維 過過這種很平和的一種宗教的進化 才能把這種族人過去很不好的習慣 把它去除 那事實上外來的宗教也扮演這個角色 那另著外來的宗教也是很尊重 這個族群的一些文化 這場講座也吸引將近30位的聽眾前來聆聽 而對於雅美族的信仰和禁忌也提出了許多問題 甚至更想要深入的了解禁忌的詳細內容 從講座中展示的照片 可以看見許多在地化以雅美族人形象呈現的聖母像 或是奉獻雅美族人主要的禁忌主食 羽頭地瓜給耶穌的畫像 這些都可以看出是雅美族文化信仰與基督宗教的融合 也與漢人的信仰有極大的差異 交通大學也希望透過這個講座 來讓聆聽的民眾能夠感受到不一樣的文化衝擊 接著Daniol Barzak 特別是採訪報導